10月24号就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 涉嫌709案的部分仍然在压维权律师的家属时 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希望中央最高层关注他们所称的709案的天字第一号大案 纠正本案的各种违法行为 释放所有事案的在压律师还有公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 排在公开信签字第一位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领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王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王女士我们知道今天是李和平律师的生日 那么你们作为家属有没有替他来庆祝一下他的生日呢 真的是很惭愧 因为我们这一阵子四处奔忙 昨天我还陪我那个弟妹去天津问一下我小叔子的那个案情进展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10月26号了是我先生的生日 所以我自己那个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酒店门口那个酒店的灯笼上写着和平两个字 我发了一组照片我伸手触摸和平的那个灯笼但是没有碰到 所以我就发了这一组照片作为我先生他对他这样一个生日 对他的一个纪念和祝福 这事是我今天做的 很微笑 没有跟大家一起 好 那么关于这封这个公开信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六中全会这种非常敏感的时候是发表这封公开信 那么你们在信中是表达了哪些诉求呢 王女士 到现在已经一年三个半月了 我们很知道其实中国政府中国官方包括主导这个案件的国安委 因为我们的习主席是国安委的主席 他是很清楚 我觉得比我们这些民众心里面都明白都清楚 其实这些被抓的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是清白无辜的 清白无辜的我们可以这么肯定的说 虽然当中有不停的有酷刑消息传来 有大面积的让我们家属 然后劝我们的亲人去录视频劝我们亲人来自证弃罪 但是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家人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就是是尊绩守法的好公民好律师 那我们知道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习主席一直在公开的场合 在媒体上一直声称和强调我们是中国政府是依法治国的 那么我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刻 因为这个18届六中全会也本来也是国家很重要的会议 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呼吁我们的家人无罪释放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心声 那这个时候释放这些我们的亲人无罪释放他们 也正是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 我们习主席倡导的这个原则的我觉得最好的证明 那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 做出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果断的决定是很难的 尤其是改正过去错误的这么一个决定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依然很期盼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在这个时刻做出无罪释放 709维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这么一个决定 这样正是赢得更广大民众广泛支持的那么一个决定 我们很期盼 所以这封信是我们很多的家属都很愿意 在这个时刻写这封信来把它公开 是这样 王女士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能不能看到这封信 他们这个中共高层有没有可能去回应你们的诉求呢 我盼望他看得见 我也祷告他能看得见 但是我们在寄信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所有给习主席的信 包括给中共高层领导的信 都要在信访局 在信访局停留 然后转到各个办公室 我们不能够预测他们是否收得到 但是我觉得可能专案组会看到这封信 这是我们能判断得了的 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很难的 很难他们很难看到 王女士我们知道 您起诉官方为您丈夫 这个李和平律师是指定了 这个官派的这个律师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已经在24号 是获得天津南开法院的立案 请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案子其实在8月19号已经被南开法院立案了 但是他立了案收了诉讼费之后 他在10月9号他裁定是驳回起诉 其实本来按照程序是应该先开庭再驳回起诉 但是他就直接驳回起诉 那我24号在南开法院是就这个裁定来提起上诉 就这个裁定提起上诉 我对他的博会起诉裁定不服提起上诉 所以是这个上诉立案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很多的法律人的判断 是很难记录到实体的理念 但是在这个程序的部分我们会坚持到底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态度 这是我们的态度 因为我们自己所聘请的律师是 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聘请的 而官方指定的律师很多的程序都是违法的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还有最后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这两天同样涉及这个709案的 这个谢燕一律师的妻子袁珊珊 他不断地曝光他还有他的孩子 遭到北京密云公安局便衣跟踪骚扰的事情 那么请问您和其他709案这个家属的近况 现在怎么样呢 是这样 因为在北京的三位家属 一个是袁珊珊 一个是李文足 还有是我 那李文足在这个18届六中全会 这个开会时候也被控制 就是他到哪里都会有变异警察 这样国宝来跟踪他 那我是因为我居无定所 我自己租的房子 还没有拿到钥匙就被国宝 然后向房东施压 然后我就被驱赶 就是说我租的房子我住不进去 那我就借住在朋友家 借住在亲友家就这样 所以我的这个借住的区域比较分散 有时候是在西边 有时候是在东边 有时候又在南边北边这样 所以我目前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联系不上我 包括你们的记者也说联系我比较难 因为我的公开的手机 当我走进我的朋友家的时候 我是一定要把它关掉的 所以说很多人很难联系到我 是这样的 也是比较的比较的那个不方便 非常的不方便 连我我们就开玩笑吗 我说这日子过得连我在淘宝上买东西 都不能够寄到我住的地方 都要寄到我另外的朋友家 我还要穿越一个城市去拿这个东西 所以是很有趣 好的 那么谢谢王翘玲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也祝您 也请您保重